字幕視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熊仔 今天的主題一樣是打BOSS 不過呢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呢 先進入我們的黃金5秒鐘的時間 還沒訂閱按讚留言分享的觀眾們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哦 5、4、3、2、1 開始哦 好啦 我們這次呢 主打的BOSS呢 是獸人英雄 是獸人村落裡面另外一隻野外BOSS 上一次呢 那一隻野外BOSS呢 是獸人酋長 那一隻呢 跟這隻的血一樣 很厚、非常的厚 可以 所以呢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大家很賣力的打這一隻獸人英雄 可是呢 最主要這一隻獸人英雄的範圍技呢 他是往前衝的 可是他的傷害很痛 所以呢 你要仔細看地上 野外BOSS的那個 發動行徑 看完之後呢 就要 就要立刻閃躲 不能遲疑的半步 不然呢 會很容易躺在地上 看到人家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 對了 打野外BOSS呢 一定要組隊打 不組隊打是也可以 可是你要小心自己的 生命值 如果生命值直接被撞到美了呢 那就只好請你躺在地上 看著其他人繼續打 可是呢 就算你躺在地上的 他這個還是會有獎勵的 獎勵呢 好或不好呢 取決於個人的運氣問題 熊仔我的運氣嘛 就是算普普通通 每次來打這種野外BOSS的話 幾乎都已經拿得到紫色的齒輪啦 然後 藍心幣跟紫心幣也有 然後還有一個奇異金屬 這個也拿得到 重點是拿多拿少而已 運氣好的話可以拿到 二十幾個三十幾個 甚至是四十個也有可能有 四十幾個我不確定啦 因為這是我自己這樣講出來的 不過呢 還是要實際看 每個玩家拿到奇異金屬的數量有多少 對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了這個 巫師阿 還有補師阿都在 所有人都已經組好隊了 補師呢就是負責 放在這邊 放光耀 替其他職業的補 像是騎士阿 鐵匠阿 甚至刺客 然後攻守的話呢 盡量站遠一點打 這樣呢 比較不會被波及到傷害 這樣子傷害就會降低 雖然還是會很痛 不過呢 至少會有其他的補師阿 那些 在你站的位置呢 放一個光耀讓你補血 你的角色生命值才不會減少 然後因為獸人村落這邊呢 獸人戰士阿 獸人女戰士跟 獸人嬰兒阿 這三隻怪呢 幾乎都是主動的 所以 在打這隻王的同時 應該說還有另外一隻王的同時呢 你要小心這些主動乖的攻擊 雖然他們打人不痛沒錯 可是 再加上野外BOSS的傷害 那是非常可觀的數字 所以 要小心一點 然後呢 熊仔這次呢 是跟光會長 組隊兩個人來打而已 沒有 組補師阿 還是組其他打手來幫忙打 然後呢 現在我們看到獸人英雄這隻 野外BOSS的血量呢 現在剩下 55% 56%左右的血量而已 所以呢 其實所有人 不管有沒有組隊的 一起打起來其實是蠻快的沒錯 可是 也是要有一個 血量非常厚的騎士阿 或是鐵匠 這兩個職業的其中一個 去負責 扛 野外BOSS的傷害 這樣子呢 大家才 不容易呢 被野外BOSS打到趴在地上 在那邊 等大家救還是怎樣 所以 大家一定要齊心合力去打野外BOSS 不要在那邊爭吵說什麼 有沒有吸到 好的或不好的 因為這個 是完全是個人的運氣問題 獎勵的話 一般的獎勵一定都 大家都會有 最主要是 BOSS而外掉的那些 視頻阿 還是 卡片那些呢 非常難掉的這些東西 是 純屬於個人運氣才會拿得到的之外呢 其餘的獎品都很容易就拿到了 所以呢 請大家不要氣餒 這款遊戲是真的很好玩 好啦 你也看到了阿 大家都看到了 這次受人影響的血量呢 被我們所有玩家打到剩下 38% 37%左右 其實掉的血量還算快一點 大家的傷害其實都有達到那個目標 所以呢 這隻呢 應該再過個幾分鐘 就會被大家吃下來 至於 一般的獎勵呢 其實有 阿 不小心按到其他東西了 阿威 阿威 哭了 躺在地上了 至於才剛講完而已 結果自己就躺了 阿威耶 幸好呢 我現在已經換了個位子了 所以呢 不知道還會不會再躺 熊仔自己也不確定 所以熊仔自己這次要小心一點 所以呢 現在呢 血量呢 獸人影響的血量呢 目前 打到29%了 算很快了 剛剛被擊到那一下呢 真的很厚 直接一個 角色血條 直接整個沒了 好恐怖的 獸人英雄 不過他的血真的好厚 媽呀 你也看到有其他 獵人阿 巫師阿 祭司還有 鐵匠跟騎士應該是在這裡面的阿 因為看不到 太多人了 而且 我為什麼會把他 引到橋這邊來 欸 橋這邊也蠻危險的 因為這有彈心道 欸 他不是甩向道 欸 而且好LAG喔 我的媽呀 LAG到一個不行 阿 又躺 可惡 幸好呢 可以原地復活 如果沒辦法原地復活 那就真的很慘 阿 雖然那個原地復活有次數阿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5次阿 因為還沒用過 所以還不知道 喔 打得好累喔 快打完了 快打完了 剩下12% 的血量了 這一次應該不會再躺了啦 照這個狀況看下來 應該OK了啦 終於啦 快打完了 喔 打得好累好辛苦喔 終於打到剩下10%以下了 目前剩下8%的血量 其實算快的 大家這樣子合力打 而且再加上 有巫師 還有獵人 大家獵人 跟 刺客 鐵匠 騎士這樣子互相的配合 其實打得算快的 阿還有祭司呢 知道怎麼不 結果 才剛講完而已 結果又躺了一次 這是第三次了 捏 結果打到剩下4%的時候 我就躺 又躺了一次 第三次 會不會太扯 好啦 快打完了 喜歡熊仔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